来看最新消息 因为洗钱以及卫政等罪 入监服刑的前高雄市议员陈志忠 农历春节前申请假释过关 今年渴望可以回家围炉 那么前高雄市议员陈志忠的龙潭购地案 以及南港展览馆案 涉犯了洗钱罪以及卫政罪 遭到判刑一年两个月 去年5月11号他入狱服刑 那么目前已经将近9个月了 法务部矫正署昨天也核准他的假释申请 陈志忠确定可以回家过年 与家人来围炉 不过目前他的家属以及服务处都表示 还没有接到任何的通知